肯定是在贯彻习近平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么就是要党要把一切管起来 这也是他跟学术自由跟精神独立跟这些东西一点关系都不沾 那么就是中国政府最近他要重建一个极权政府 他要严格的控制社会 那么在这个质疑之下 就是我们所想象的正常的那些学术自由什么都不存在了 而且这个政府似乎压根也不重视什么学术自由 他们甚至会认为这种过度泛滥的思想和学术自由 会影响他们的政权安全 我觉得这个团队其实倒是对的 如果只要人们会思考就很难一直忍受这样的统治 是 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标题 我们就提到了中共的这个新做法 是不是让党来指挥脑袋 所以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新指令如果下达之后 这些所谓的党组织还有这些党管的这些高管 他们能够对学校的学术自由 您刚刚说学术自由基本已经不算存在了 我们也知道2003年开始同意让中外合资在中国办学以来 现在在中国有2000多所这样的一种中外合资的机构 如果说这2000多所的机构完完全全都来设立党组织 由这些党务高管来设入来管理学校的事务 您觉得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局面呢 党肯定是管不好教育的 在2003年包括后来设立的那些国外的教育机构 在中国开办他们分支机构 那大概还是在胡锦涛时代的之前 那个时代的中国政府呢 希望对外开放 希望一定程度对外开放 不仅是商业上也包括教育上 但是现在呢 形势变了 在这个新政府 新新平政府这个主持之下呢 就是这个 他们压根不在乎什么开放 他们认为呢 过度的市场化程度 过高的市场化程度 跟过度的开放呢 会影响他们的争取安全 为了这个呢 他们要降低市场化程度 这个都打击呢 不仅仅是这些教育机构 也包括所有的商业机构 在这样子下来呢 我相信 就是这些教育机构呢 一定办不好 一定办不好 而且呢 这个学术自由受到影响呢 我相信这些国外的大学呢 可能相继会退出中国